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6月16号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地方建设 台中巨弹何时会建制完成 市议会质询时民进党团议员指出 台北大巨弹面临工程争议 让市民也担心台中巨弹受到影响 要求市府排出明确排成 对此市府表示 近期会发包可能性评估 确保巨弹是作品质 另外在社会住宅部分 也有议员担心租金可能过高 市府表示将在研议谨慎评估 台中巨弹BOD何时会催生 市议会质询时有议员指出 巨弹要新建奖了十几年 现在又把预定地换到14期重化区 市民担心巨弹孵化遥遥无期 甚至还拿出旗程表要市府参考 所以我们建筑旗程到启用 大概就要四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在旗程加加起来 差不多要十年了 那么巨弹BOD10年能够孵弹孵出来吗 那如果招商成功以后 因为巨弹的工程是比较复杂 所以它的工期会比较长 那我们有去研究了 招商顺利的话 那么局长你预计工期多久可以完成 巨弹的主体工程大概就要四十几个月了 为了解决这个过渡期间 我们现在在洲际棒球场也有一个迷你弹 这个六月底就能够验收完成 那另外我们几个会议展览中心 也具有某一些巨弹的功能 市府表示大巨弹近期就会办理发包 预估主体工程要四十多个月 而出了巨弹BOT案 民进党团也关心规划中的社会住宅 并举出西屯区会来错路段的基地为例 认为该路段属于黄金地段 完成后的租金恐怕高得吓人 就算租金按市价打七折 一般民众恐怕也负担不起 目前台中市社会住宅需求户约有三万多户 担心社会住宅变成有名无实 对此市府强调 租金和弱势成租比例都会在研议 一定会谨慎地讨论规划后再实行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